不好是小偷 老男 叔叔我知道钱在拿 我去给你拿 叔叔你是遇到困难了吗 说废话 我出这么好的方法 就这么点 转过去 叔叔 你现在走得慌的是盗窃 最多三年 你要是伤害我 现在这就不一样了 只要你别打我 我这么小不会给你惹麻烦 哦对了 我还得零花钱呢 给 还有我最喜欢的玩具 有了这些钱 用个小生意多好 别再冒险了 万一哪些运气不好 这个放给我可以吗 嗯可以 叔叔别摘 我不认识你 好好学习 将来别像我一样 糟糕是坏人 叔叔你是我爸的同事吧 你嘴上的手机是我爸的呀 呃对 我是你爸同事 是他让你来收拾东西接我了吧 他让我收拾东西 没没说接你啊 不能吧 他检测出核酸阳性 我们应该被隔离 啊 核酸阳性 呃 对啊 你不知道 我 我真的想要我 我跟你说啊 像你这边抓你放被隔离 要不会太成功了 你有人啊 你有人啊 别碰我 哈哈 哈哈 他家有疫情啊 谁说了啊 他家小孩 他家小孩 你不要你啊 有疫情都可以了 他在帮你 你快点 谁俩 上方我干净 大哥 还锁了 大哥 17楼干跳不 你自己跳是吧 你别叫我大哥啊 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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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爸爸来电话了 你接 喂爸爸 嗯 爸爸叫你接电话 你听我说 天天都几点了 好不回家 这把菜道留满啦 要不是看到你儿子 走势 打电话 那是混乡 我早就跟你白白呢 现在 立刻 马上不回家 要不然厨房 博尔街 楼道 你耍一个废纸水吧 再见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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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我考完试了 考了多少分啊 考了46分 哈哈哈 哈哈哈 46分 你同会人家考90分 人家还不开心 你考了个46分 看法你美的 我是按照你的要求考的 我的要求 我啥要求啊 我要求的你考试考不及格吗 这不是你说的吗 让我有他一半就好了 咋了 背上啊 哈哈 好歹这次我还多考了一分 都考了一分 哈哈 让你用三更半夜造剧 你怎么造的 我用三更半夜造一个剧 你造吗 我造完了呀 就你造的这个剧 你让老师看了不停哭了 重新造 我造剧的时候 我造成半夜 哎呀我的亲儿子 你能不能动动脑子 别这么懒啊 你跟猪什么关系啊 父子关系 对 你跟猪绝对父子关系啊 你跟猪绝对父子关系啊 人家求人才了 真的吗 咱儿子写了一篇日记 老师千经经万嘱咐 一定要过来读给你听一下 来儿子 抓紧时间上台 今天上课时 老师问 你们家谁样丑屋了呀 我第一个人站起来说 老师 我记得求我爸打电话 说我们家有一只骨老虎 可是我怎么都找不到 然后我只问爷爷 爷爷说 我家里的骨老虎可不只一只啊 只一只啊 哎呦什么 人家抓紧 你儿子还给你哈 又怎么了 他一天能写三个大字 人家问他一个周能写几个 来你来回答 十五个 十五个你怎么算呢 三五一十五呀 一个周七天 那我祝福秋夕啊 儿子说的对 他累着孩子 累着他 他比谁反应都快 人家问他 快递员为什么大部分都是男的 你听到他怎么回答 如果是什么的 妈妈就给你唱 加油什么 你看我干嘛 看题啊 我脸上有答案 凡是带三点水的字 都跟水有关系 不一定 什么不一定 江河 哪个跟水没关系 那我问你两个字 你问 你要是能说出来 我把它吃了 沙漠 沙 沙 沙漠里边没有水 这个还是跟水有关系吗 滚 滚 在独中生有 暗渡成仓 无想象形独捏造 爸爸的体重是其实什么 滚 我这么有排便吗 我要是真的体重 我出门不配个发动机 我能躲这动道 你们老师不知道怎么想的 让你们拿这个手机上网课 一下午打了三个小时的游戏 这不是那四五块开手拍导员吗 哈哈哈哈 你看我干嘛 看题啊 你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吗 气的 对 猪就是鞋子了 猪就是鞋子了 爸爸没 你看 老师说我家床无量 可以儿子怎么回事 老师让我当班长 好事啊你是怎么说的 我问他年轻多少 哈哈 你能不能为人其他的 我问你呀 清晨怎么体压 吃到的倒退的 不再后年轻的 抓住一个法队长前压 哎 你你能不能有点失机的 有啊 我给小队长犯了任务 独立可算 过为投胎 钱不是一个人挣的 也不是一个人花的 妈 妈 你这个倒是 永远都当不了班长 变贵鸡疯吧 爸 我妈怎么哭了呀 他没事搞事 把我舒适一顿 他问题反而哭了 和我也不太关系啊 人的眼里男人犯的罪 只要我妈哭 就是你不对 男人怎么都是我哭呀 凭啥呀 我妈在家里面说 你杀这枚肉 你咋不说凭啥呢 给你生的优秀的儿子 就这么加 凭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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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是爱玩了 开始不行了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哎你怎么害的孩子 不就打你脑袋A一下吗 百八十的 我赔你两百 两百 你竟然没有两千米箱走了 咋的你还想讹人啊 你信不信我现在报警 行你在这一等 我稍稍给你拿 回来你还想跑 我怎么想起你一把孩子给我拿 自己追钱 姐姐刚才那个人我不认识 他是坏人 孩子你真聪明 刚才你一个眼神姐就看出来了 姐姐您的头哈疼不疼啊 不疼啊宝贝姐 这就报警从你家 好 把你儿子还给你哈 我辅导不了了 妈 差点把我辅导过去 以后你让我干啥都行 辅导作业 你来 到底怎么了 人家问他 中国上下有多少年的文明 来 你告诉他你怎么回答的 五年 五年 你初生都六年了 你是在国外生啊 你别火 你告诉他标准答案啊 五千年 你上学的时候没学过 那不对啊 你们上学的时候 就五千年了 但我这怎么可能 还是五千年 五千年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抢红包啊 对啊咋了 一个200抢了40多次 哎 你咋知道的 那是家长锤 里面都是家长交的校服费 上次我爸抢人书本费 我多说一个一般 我又说一个一般 我不知道我起了多少红包吧 三个老师都没抢过他 这次你倒好 一个叫整家五个老师 又没想过你 我现在被学校出名了 人的问号一首播 一首播